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羅旺哲 再看到國會改革 現在議題延燒 現在民進黨要下鄉去 所謂的跟全台的民眾對話 國民黨也要反制 清了非全台 預計在6月中的時候 要舉辦宣講 首站在哪裡 就在賴清德的本民區 台南出發 這次國民黨將展開 22個縣市的大型街頭宣講 預計6月中開跑 由地方黨部來主辦 再跟區域立委 部分區立委搭配宣講 首場的地點 就在賴清德本民區台南市 綠營現在也等於是 輿論戰三路並進 賴清德說什麼 說民意不能輸 哪三路並進 包括像是全台宣講 延續清了 還有網路空戰 用三路來訴諸民意 雖然賴清德這次 不會下鄉宣講 但是大家關注的 國會改革爭議 他認為說表決可以輸 但論述跟民意 這個是不能輸的 而民進黨所謂的 互民主反濫權 全台宣講 6月14號啟動 首場就要踩 傅昆琦的大本營花蓮 林又昌就是民進黨的秘書長 他怎麼說 他說民進黨下週三宣講 分別在花蓮 新北 還有台北 大家懷疑說 是不是你在醞釀罷免 宣講只是一個 其中一個小目的 真正大目的在醞釀罷免 林又昌說 這個太權謀了 我們的目的是民主深化 我們的層次沒有這麼低 把話講到這個程度了 加上大家擔心的是 立法院的這個城抗 或是裡面的衝突 會不會再起 民進黨黨團的吳思瑤 說他們絕對會守秩序 還呼籲國民黨說 現在立法院是你們當家 你們別鬧事 要請國民黨好好約束 自己家的立委脫序行為 可是大家聽完這句之後 非常納悶 過去脫序行為是民進黨多 還是國民黨多 我們看郭國文搶週一 來的筆記本 鍾嘉賓情報 這個陳金輝委員 邱毅營拿扇子打了 羅志強一巴掌 甚至沈柏陽翻人牆 還有林淑芬 輝拳麥玉珍 到底誰在演脫序的行為 接著我們再看到的就是 是不是現在政治介入校園 民進黨立委林怡錦 在參加高中的 回到台南去 參加台南高中的 所謂的畢業典禮致辭的時候 居然大戰清鳥行動 他說回到高中畢業典禮的時候 他鼓勵學生要常常反思 而且舉之前立法院的清鳥行動 對抗立法院 聲援立法院 反黑箱 反擴閒 他們勇敢站出來了 但是各位觀眾 台下的觀眾 聽到了這句話之後 不但沒有共鳴 而且還覺得非常尷尬 這是不是民進黨產生的 學生共識的一個錯覺所在 而就在國會改革之後 大家很想關注的是 立委到底誰聲量高 誰的好感度高呢 現在立委的聲量王 就是韓院長 韓國瑜第一名 而好感度最高的就是謝隆介 最低的是誰 民進黨黨團總召 柯建民是拿下了好感度最低 有經驗層的民眾 是支持國會改革 不到三成反對 那柯建民持反對立場 加上脫口說出花蓮地震 老天有臉 所以累積的負面聲量非常的多 接著大家看到 現在柯建民在嗆 你們就提倒閣吧 柯文哲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也反向說 他每天講話鬧鬧鬧 真的有代表賴清德嗎 柯文哲怎麼說 柯文哲說 柯建民真的有講話代表賴清德嗎 真的要每天這樣子鬧鬧鬧嗎 我跟你講作秀一下子就好了 蔡振元他是呼籲國民黨應該鎖定 兩位的民進黨女立委來罷免 而且接國會改革是哪裡 是真正的主戰場 他說真正的戰場並不是輿論戰 而是立委罷免戰 民進黨現在磨刀霍霍要針對幾個欄尾 國民黨一定要反擊 要抓幾個來針對民進黨立委來做開刀 這叫做做一個對一個 民進黨現在是不是在鬥臭花蓮 我們知道台北市議員李建長 最近說了什麼話 他說因為花蓮觀光不正 傅昆錡是主因 柯文哲就混火大說 我最痛恨民進黨就是這樣了 李建長說花蓮觀光不正 不是因為地震 而是因為徐真衛跟傅昆錡夫婦 還鼓勵支持者別去花蓮消費 這句話聽在柯文哲的耳裡 非常的不是滋味 他說這種發言非常的新潮流 而且劃分夥伴的行為 還在製造分裂 只要不是支持他們的 就會全部被當作敵人 如果照他們這樣講 是不是所有藍營縣市的國民 也不要去台南跟高雄 大家不要忘記 過去柯建民怎麼講 5月6號的時候 柯建民說老天有眼發生大地震 再回顧更之前的 2016年的時候 段宜康怎麼說 無法不鄙視花蓮人 看得出來 民進黨是不是真的要鬥臭花蓮人 話回來先請教一下亮哥 亮哥怎麼看 現在國民黨也要轉手圍攻了 要到台南賴清德本命去辦宣講 這有可能成功嗎 這個也沒有什麼成功 就是各自辦一場 是 各自辦一場 只是在媒體上求平衡而已 至少立法院的時間表 還是照樣在走 就是他複議 然後國民黨再否決 這個加一加就25天 然後你再送到總統府 總統府可能給你拖到第10天才公布 對 那這樣就拖掉了 他就用這樣累計了 就35天之後這個法律才生效 然後就休會了 因為就過7月16了 是 那接下來他就釋憲 那釋憲 大概9月又開議 然後9月釋憲還沒出來 可是賴清德可能會用這個當理由說 所以國情之文的部分他暫不考慮 他可能就是這樣搞你 然後釋憲 就是大法官就加速吧 搞不好再年底就出來了 那年底出來 你想一想他在搞釋憲的過程當中 他當然要到處去 來說國民黨立委有多糟嘛 所以為什麼會有罷免就是這樣 所以我說他這個是連環糟啦 就是 就是等於賴清德 他這樣上台之後就一路 根本都沒有在做正事 因為你去想一想 都在搞政治啊 你去搞釋憲 去搞罷免 那立法院的氣氛一定非常糟糕嘛 所以你賴清德送的法案啊 預算啊 會過 不要做夢了吧 這種氛圍你還要過 而且你比如說我隨便講 比如說他就說第一個鎖定 比如說葉元支啦 那因為他贏的比較少 那人家也會去鎖定 你贏的比較少的啊 比如說台北市 因為台北市 國民黨造勢比較容易嘛 所以很容易就會鎖定 比如說吳思瑤跟吳佩毅 因為這兩個人都 如果是把藍的票加起來都是贏的嘛 當初撒卡都嘛 而且吳佩毅是 宇美人還拿到三萬多票 對 所以坦白講就是 你這樣搞 而且 你可以想像嘛 國民黨就是 幾個身量最高的立委都在台北市 比如說徐曉星 王鴻薇 羅志強 他們就會集中造勢 所以你也不要以為 這兩個人不會被罷免 那當然倒楣了就變成葉元支 因為葉元支只贏差不多兩千票 這個沒有辦法的 因為這個就是數學邏輯 他們雖然看傅崑奇 我講白了 傅崑奇大概是國民黨裡面 最難被罷免之一 最穩的 這個要罷免幾乎不可能 那民進黨為什麼通恨他 因為民進黨坦白說 全台灣那個地方王 大概一個一個都拔掉了 只剩花蓮了 就沒有被拔掉 比如說那個雲林也有輸有贏 對不對 也有贏過 彰化也有輸有贏 就花蓮從來沒有贏過 久攻不下 而且又是 新潮流最重視的小美琴 也拔不下來 所以我覺得他們 對傅崑奇的累積的仇恨是 就新潮流了 已經大概20年有了 可是這樣到花蓮人隊嗎 沒有 這個就是新潮流的鬥法 他以為這樣有用 一點用都沒有 花蓮王還是做得穩穩的 就是這樣 那當然因為 據我了解傅崑奇大概 2026再回去選花蓮現場 機會不大 那當然就接受到接班的問題 不過因為對傅崑奇來講 他是求新求變的人 他比較不會去回鍋 所以他爭取的可能是別的職位 對 可是就是說 可能要到2026 他太太也當兩任了 那就是真的要換人 就是不然真的很難 可是現在花蓮好像看不到 有人給接班 因為他基層經營的太強大了 這個 你只要跑過花蓮大概都知道了 所以我是覺得這一階局 這樣搞下來 兩黨很難說誰贏誰輸 可是立法院多數就是國民黨 所以法律還是會過 而且我跟你講 你司法院即使那個憲法法庭 釋憲沒過 你是退回來立法院 立法院可以再立法 那我就再修一個國會改革版本 我就再跟你鬥下去 所以我跟你講這個 民進黨這樣搞是不會贏的 搞到最後就是把自己都搞臭 說原來憲法法庭 也是民進黨控制的 監察院也是民進黨控制的 搞到最後一定是這樣 那就是賴清德四年 都準備跟人家惡鬥到底 是 好 請教兵哥 賴清德顯然就是不打算談 他只想戰 這是非常明確的 一路戰四年 對 因為正常的 正常的雙少數政府 他應該是至少 你就算你跟藍軍是深仇大恨好了 老死不相亡 至少你要積極去爭取民眾黨 對 那哪有人從一開始 就把民眾黨罵到臭 先得罪第三方 對 這個是非常奇怪的一種做法 可是賴清德就是這樣幹 因為他要搶他的票 對啊 他想搶他的票 他搶得過來嗎 這招有用嗎 這個就要看他的操作 因為他們現在的如意算盤就是 我就是把你打成小籃 然後讓年輕人對你失望 然後最後你這些年輕人的票 就回到我這邊了 他的目的是這樣 可是問題是 你不能滿腦袋是這個選舉 那你接下來施政怎麼辦 那你這幾年你的預算 要不要過 你的法案要不要過 賴清德不考慮這些 我覺得他現在是根本不考慮這些 他沒在管 我管你的 你看他的想法就是很簡單 我表決不贏你 我走上街頭 想辦法動用民眾 我動員民眾動贏你 這樣就代表民意 可是問題是 現在其實所有的民意 你看最近好幾個民調都顯示 不管是藍綠白 全民大部分超過五六成的人 都是支持國會改革的 對 那可是問題是 賴清德不相信這個事情 賴清德覺得這個東西對我無效 我還是要堅持碾壓 堅持要過 所以吳次郎今天出來講說 我們會守規矩 你們自己才當家 你們自己不要亂搞 真的有可能嗎 我跟你講你千萬不要相信他 因為你如果一相信他 他就給你突襲 我給你保證 所以國民黨那些 該值班還是要值班 該守現場還是要守現場 這件立委很累 對啊 這沒辦法 該穿的護具還是要穿一下 不過其實我必須很憑良心講 這至少是這二十幾年來 我看過最認真 最負責的立法院 因為過去立法院有的時候 就是死氣沉沉的 尤其過去八年 因為民進黨絕對多數 直接放棄 就是全部碾壓 然後國民在黨 也沒有什麼作為 所以我覺得至少這樣 立法院讓人家看到一股蓬勃朝氣 大家也被迫每天要早起 然後每天 要看直播 對 我覺得OK 這樣很好 激勵一下 反正現在 老實講要拚這種持久戰 國民黨平均年齡比較輕 是有優勢 年輕 我們建長就有一位 年輕的立委 對啊 這麼年輕 對不對 民進黨現在老口口一大堆 就看你們要不要來拚 要拚大家來拚 但是 民進黨 我覺得最好笑的就是 他們隨時都可以打臉自己 然後面不改色 你看吳思耀可以講出 這麼誇張的話 明明就會你們在鬧 結果你叫國民黨不要在鬧 然後你們不是在告訴我說 青鳥行動都民眾事發了嗎 現在你到處宣講青鳥行動 就一下你在幹嘛 你不是擺明了承認的 青鳥行動就是你在搞的嗎 還跑到高中生的畢業典禮去講 就到處講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好笑這個人 然後現在他們當然 其實他們是雙管旗下 一方面是他們真的想要用 動員民眾的方式 想要把民意扭轉過來 另外一方面 他們只要看到整個氣勢 有帶起來的話 他一定會進行罷免 因為對民進黨 他的算法很簡單 我現在51席 我只要隨便罷免 到一個兩席 我們就反敗為勝 對不對 所以對他們來講 就是往這個方向去走 很正常的 這是一而二而一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藍軍也不要怕 藍軍很多人一聽到罷免 就開始覺得自己好像危險 其實不用怕 你們有危險 他們也有危險的人 他們危險的人有一堆 要罷就大家來罷 罷來罷去 到最後誰得利 未必見得 所以我覺得氣勢上不能輸 現在其實就是雙方 大家都在比誰比較強悍 那在野黨絕對不能夠弱掉 絕不能什麼追求和諧 我們平靜靜氣 不必 因為賴清德跟柯建民 從頭到尾就沒打算跟你談 那既然他從頭到尾沒打算談 你們也不要去求和 也不用去跟他談 要拚就大家來拚 現在就是你們發揮 監督政府力量的時候 賴清德不想他的政府法案過程 就通通不要讓他過 看他怎麼辦 是 剛剛那個賓哥講的一個重點 這屆的在野黨 尤其國民黨立委特別年輕 那現場 這個吳思堯說 他們絕對會守秩序 叫你們不要鬧事 你怎麼看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也很欽佩民進黨 他們真的就是可以一手去 一面去幹壞事 然後一面又把自己講得像聖人一樣 其實我 因為每天我都在 我每天都在案發現場 其實 你有受傷嗎 我 歐清 歐清 就是在拉扯的時候 有一些歐清 保重 其實在 我就舉投票這個例子來講好了 為什麼我們要舉手投票 民進黨一直說什麼 舉手投票是不符合規定的還怎麼樣 其實國民黨一直想要回到座位上 按表決器 有兩個原因沒有辦法 第一個是我們一直有在跟民進黨談 我們大家都回到座位上 不要去攻佔主席台 我們都回到 然後三黨協商簽字 民進黨不願意 我們國民黨跟民主黨都簽了 大家都想回位置 沒事誰想要站在主席台上面 那麼累 民進黨不願意 代表說民進黨他們就是想要去 攻佔主席台 癱瘓意識 第二個就是表決卡的問題 我們第一天 那表決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我們表決卡原本是粉紅色的 然後之後後來 又一次開會 大家都坐在衛生上表決的時候 突然變成咖啡色了 就是我表決卡不見了 換顏色就對了 換顏色 粉紅色變咖啡色 因為代表說 真的當初有幾張表決卡 在一分兵翻馬亂之後 沒有直接的證據 但是確實是不見了 是 對 那就造成大家沒有辦法 在座位上面投票 那這個是就是大家說守秩序 那你民進黨承諾 只要承諾 你們民進黨不攻佔主席台 不癱瘓意識 我們國民黨絕對是認同的 那接下來你們要辦宣講 您自己的選區有要特別規劃嗎 會 這個部分其實黨中央都有在安排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國會改革的後續 其實大家都不想在這個議題上面 去輸 在論述上去輸 那確實在 因為國民黨向來 向來對於資訊的傳遞 沒有像民進黨那麼厲害 他們的圖卡戰略會還沒看完 就一堆圖卡假設一群都發出去 好好建議一下黨中央 甚至可能國民黨很多的支持者 甚至他們也會被這些圖卡去影響 然後反而還會問我們說 怎麼民進黨講是對不對的 你說你被反問 對 有時候我們會被問 民進黨圖卡的內容 那代表說他們圖卡的渲染力 真的是很強的 所以說我們國民黨 我認為這一次有進步 真的有進步 我們傳會的圖卡有 進步但是還沒有辦法 跟民進黨去做相抗衡 所以我們可能還是需要 透過一些地方的組織 去做一些地方的宣講 讓大家知道說 因為之前很多民調 其實很多人都還是確實不知道 國會改革到底是改了哪些項目 可能這些項目裡面 有一些也是被誤解的地方 我想只要讓民眾理解 民眾對於支持國會無法的支持度 只會比現在更高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後來繼續討論 市民旅程序 今晚爭 至少 我們